凉凤 小废话 凭你也没踏进我夜王府 山坡那边红花夕阳 漫天开来个洞边 漂亮小梅加莱 还有 呀呀黑 小剑红汉帽 雅虎黑 雪云的脚骨多么 等着过来才 我这一首翻唱 阿彪哥听的想酸鸟 宝儿姐听的想埋人 关注国面的同学们 一定已经知道 今天凉凤要讲的是哪部作品的 没错 他就是标车标到下水道 在翻唱一抱台的边缘 疯狂试探的反套路马力士动画 通灵飞 今天凉凤就来各位一口气 感受通灵飞的傻屌气息 公司一开始 在一个雷雨娇家电视上雷鸣的夜晚 丞相府的二小姐千云生 要被朝廷强行许配给夜王府的王毅 那么年轻人谈恋爱 就像是成龙街广告一样 你不能叫我嫁 我就嫁呀 于是千云生提出了一个 具有跨时代互联网思维的idea 滴滴代价 不久后 一家花椒从丞相府抬到了夜王府 但教宅的新娘却不是千云生 而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千云西 请各位同学记住这个名字 她就是本剧女主 一个即美貌于杀鸟一生的代价师傅 毕业于四川省南部县 凌云山魔法学院 一个堪称中华阿康姆四川 雅南城的风水宝地 当晚代价师傅被送进了夜王府的卧室 然而等了半天 神秘附近夜王爷依然没有现身 那不如性子的代价师傅坐在卧房 吹出起了门外的吓人 从门外来对白 我们可以听出 这个夜王是个精通各种体位的高手 什么九龙系猪 龙飞凤舞 白鸟嘲讽 然而夜王其实是一个典型的 境遇系霸道总裁 对于这种政治联姻 他是排斥的 所以当晚夜王都压根没见代价师傅 就把代价师傅发配了冷宫处理 说是冷宫 其实就是个烂尾楼 磨水磨电磨WiFi 见死心死井 代价师傅使出了凌云山的法术 召唤了他的口袋妖怪 糯米团 直接糯米团一番打扫之后 睡觉是欧几买K的 但吃饭还是成问题 于是代价师傅换上夜行衣 又使出凌云山的武术 飞檐走壁 打算溜进王府偷东西吃 却恰好遇到了 没事跑上屋顶的夜王 于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当时的场面大概是这样的 第二天 一个穿着品路的男人 在御花园携逛 忽然 而盼穿了一阵阵娇羞的声音 妈的光天化 朗朗乾坤 竟然的王府爽来爽去 这怎么忍 一番改聊过后 原来此人是夜王爷的brother 御王爷 相比于夜王的高冷境狱 御王明显骚气外露 上来就是什么 一起上秋千啊 日后好上街啊 然后 想问姑娘发明 画风两头 这边摆脱了御王 没想到代价师傅在马上又遇到了两个NPC 他们分别是一匹能和代价师傅神交队换的马 外加一个也对代价师傅一眼万点一见忠情的boy 此人是夜王的贴身小护卫 由于他的戏份比一匹马还少 我们直接叫他小护卫吧 陆一夜 代价师傅不觉英风正正 在把英风抓起来打了一顿后 他收服了他的第二只口袋妖怪 芝麻豆 一夜醒来 代价师傅突然怀念起了丞相府 曾经照顾他的雪姨和雀儿 于是带了两只口袋妖怪 准备回家去看看 但毕竟代价师傅是山里长大的 男的在城里出门一趟 听了四周的叫买声 忍不住就嗑了一波金啊 比如什么健身双菜两波的铁锅呀 录一录就会噴起了飞机呀 还有SSR的神秘大礼包呀 说实实那是快 刚买完道具 随便一妙眼女子就被贼给摸射钱包 妈的 光天化日龙老乾坤竟敢劫质还不劫色啊 这怎么认 于是代价师傅主动向贼人发起了进攻 好比赛开始 其实千金系统就是毫不犹豫地 拔车自己高买了计刃 从从甚至走转两斤八斗 你先说说法 也是三加车的十道相关系统 既然究竟有事所以 但是暂时暂时充电武门中 载动两小三千只 可是千锁以组体为重 右手操电比赛 冲下了 是加车手的男人 先说代表身的倒下技巧 该要拿两波 他说炮弄的价格 在牛转和价格的松口阻止下 飞了 他同时具备拿两波的弹动 便是喷起来的狗狗没地零 在队远中发现进攻发现 是为时意外 漂亮的暴击 这队远中倒了 又真诚了 雷狗的摩托不敌一般狂奔 全手进入大黑色 游鬼 哪里猫 雷 三部比赛两座紧身球 本本一圣诀之后的队远中 可神经的路 转身自门引在千车中 但比赛了一个客战铁锅 只成了一片飞蓝 凝望最终打敏手 没有出入手权 倒下千锁乃车的飞铁东西 雷 他在黑鲜山的三倍 无数完美的渴 突然来回 进去 再过 千锁这次的铁锅 一秒钟无悔的时候 现在连维不乱 那个三百六的灰山 我抄击一脚 初战铁锅 回宫 老初天的铁锅 主战铁锅 把一本快的妹子到对手 打车到初战铁锅 过天全部伤害 人员都飞了 但这种故事连车都还没完 回忆的铁锅 就发现了优秘的魂箭 最后一天把铁板刘铁铁锅吃 老后人家这些铁锅 三一国家 存钱爆炸 啊 这是初战铁锅 好 说完一道故事 抓起来邓家师傅 被抢好路过的夜王认出 本想过间摔下夜王开溜 但没想到 夜王单手一刀怀中掐没杀 差点掐出个全剧中 我差点是星际选手吧 读这个剧里面 你认不出自己老婆是谁吗 呃 好像你目前为止 还真没见过自己老婆长啥呀 好在此时 玉王和小慧出面解围 邓家师傅瞬间开溜 所有的街上逛了逛了就饿了 于是到了一家名为最先的客厂 没想到被街的老板娘 强行按摩一波啊 正当代驾师傅 要被搞百合的时候 一个不术时刻闯入店内 此中的头衔 比夜王育王 不知道高到哪去了 他就是当朝太子 圣虚哥 圣虚太子非要插队按摩 妈的光天化的朗朗钱 会按过摩托插队 这怎么忍 代驾师傅又一次挺身而出 可惜太子保镖武功超强 试诚瞧是大家打不过就跑的原则 代驾师傅在跳楼途中不胜中标 男装本体被打碎 瞬间失去平衡 就在此时夜王一些人恰好也来到店里 于是乎 音乐 起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我泱泱进的三远王爷 全都聚到了在最先楼里 等完一波月王首当其中 认出来代驾师傅 当场就要抢人 而现金选手夜王 终于也意识到这个人可能就是我老婆 所以我要把他带回去 正到两人争执不休的时候 圣戏太子也觉醒了宇宙意识 对代驾师傅表达了爱意 而此时小慧也在一旁下的不敢说话 只能充当背景满 卧槽 世界名画呀 于是接下来姐姐围绕了这幅世界名画 开起来老后阵头战 同时 提出了又一个具有跨时代互联网思维的 idea 共享王妃 总结本一句话就是 我知道这是你老婆 但是我就是让你老婆做我老婆 并且就让他不做我老婆 和你老婆也不能让他做另一个傻屁老婆 我怎么的小慧 真的好彩啊 心不爽不爽 家老婆都不带他玩呢 好吧 在这过程中 戴掉师傅无意中发现了 轻流雪姨的贴身欲锥 为了确认雪姨和雀儿的安全 溜了溜了 回娘家了 由于王妃身份的不变 她只能伪装成侍女 潜入了丞相府 在这里 她发现了狗一的丞相老爸 让自己最亲的雪姨受力得病 送走了她 还重用后妈和妹妹 欺负自己曾经的丫鬟雀儿 本想要父母嘴炮一番的她 尤其是你的伪装 背货只能先进的宴会厅 一进发觉不得了 王妃四位选手还没打完 这里居然又出现了疑似 五号选手的角色 这位选手来自西域部落 是西边首领北塘烈 我操 怎么又是个王妃 你们这些搞的小慧游戏铁 真的很差呀 与前四位选手不同 北塘兄弟家里挂的 代价师傅的县地周边 还一眼就认识了球中的她 事后还主动跑去搭讪 虽然被抽了个响亮的耳光 但是依然证明 她极有可能 与凌云山剧情有所联系 先会是老婆战斗战的 总之选手 至此 唯有代价师傅 切语世界几个野男的 西树登场完毕 总的来说 通灵被威斯一部 令我惊喜的国上动画 是极为少见的改变 比原作好看很多的作品 就比如第二集 在马场那段精彩的凝视作对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 愁更愁 东风雾 欢情薄 在漫画里 它的剧情和画面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到动画里 这段戏却变成了 最精彩 最傻子的戏份之一 但前线又离过魔 使得本番的 最近的第七八集 明显后劲不足 如果只靠声音的 网络热思来维持笑点 肯定是不够的 好在第八集过后 制作者应该也是意识到了问题 选择停泊一周 来调整剧本的方向 作为一个爱德曼合金直男 本剧应该是我第一次 对马力族题材 有如此热忱的喜爱 所以在这里 衷心期待 通灵飞在第九集之后的剧情 能够恢复到熟悉的 傻屌风味 这样的话 我就能让你更多直男路坑了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多点赞印比手上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请点观众 如果你特别喜欢我的话 请点个特别关注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 请你想想办法 喜欢我一下吧